怎么应对左侧上旋球 那是右侧上旋即左边 左侧上旋即右边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什么叫做左侧上右侧上呢 边这样子去发球的是左侧上 左侧上 边这样子去接触右边的是右侧上 这个是右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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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左侧上 这个是纯下旋 当然纯下旋你可以接触 球的左边还是右边都是可以的 你看我发一个纯下旋 这里来纯下旋 你可以去发接触球的左边跟右边 都是可以的 好吧 大家以后大家都知道了 以后打球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了 我只要看着你 如果你是准备这样子去发的 那你的准备动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来我们准备要这样子去 拉球接戳球的 你拍面这样子行不行 那别人准备这样子去发了 我们的拍面这样子行不行 不行啊 你要看对方准备准备准备 他如果是这样子去准备 那么我们的接发球的时候 我们的拍面就应该是这样子准备接的 你就不会吃旋转 如果对方他是准备是这样子去发的 那我们的拍面就应该这样子 你可以往左边倾斜往右边倾斜 我戳也是这样子戳 我戳也是这样子戳 我千万不要是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就容易吃发球的 你说说很多球迷朋友 没有这个意思 等到发球过来的时候才改变 那你吃旋转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很多业余球友不知道怎么选胶皮 买的胶皮都是好几百块钱张 非常贵 但是那个胶皮你能做它不好吗 肯定好啊 但是那个胶皮需要你发力的 你的发力好 你打那个胶皮才好 而我们应于球友不知道怎么去选胶皮 今天黄老师给你推荐一款 你不需要硬核发力的 你们看一下啊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胶皮 板板可以打透板啊 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你们听一下 是不是啊 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旋转 轻轻碰这个球 轻轻碰这个球就转了 这是我们的黄河二号的正手胶皮 反手胶皮啊 这个胶皮是泥性胶皮啊 泥性胶皮啊 泥性胶皮 138两张啊 你没有听错 你可以拍两张正手啊 不需要灌摇 不需要灌摇 回去的不需要灌摇 打到啊 准备坏掉的时候 你再灌摇就可以